各位路人 甲一 秉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來談 極配和極配如何表現 先說明在前 這一集並不涉及真實的任何數據 而是我們先在形式上把極配如何表達這件事 先說明清楚 我們先來看一下極配的定義 極配就是顆粒材料粒徑的大小分佈狀況 可用粒徑分佈曲線表示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以上這四個圖 所以第一步我們會先定義什麼叫做大顆粒 什麼叫做小顆粒 在今天的課程例子裡 我們簡單地定義 DA 和 DB 兩個標準粒徑 只要比DA大的顆粒 我們就定義為大顆粒 比 DB 還小的顆粒 我們就定義為小顆粒 而介於 DA 和 DB 中間的顆粒 我們就定義為中顆粒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 分別分析一二三四個樣本 我們直接就分析 第三個好了 讓我們想像 將所有裡面的顆粒取出 然後由左至右 按照大小排列 首先 我們把全部一起 秤了一個重量 叫做 W 也就是總重 然後把大中小的顆粒 然後把這個大中小的顆粒的標準放進去以後 我們就把所有的顆粒分成三組 分別為小中大 而小的部分我們也去稱一個重 叫做 W 小 而中顆粒也是全部加起來 秤一個重 叫 W 中 而大顆粒也是一樣 接下來我們就 把大顆粒的重量除上總重 得到大顆粒佔這個圖樣的重量百分比 而中顆粒與小顆粒也分別得到重量百分比 接著我們就可以畫一個圖 首先我們定義橫軸為粒徑 而越往右邊顆粒越小 再來我們定義的是一個累積的百分比 分別從 0 到 100% 那我們這個例子舉例 大顆粒的重量百分比是 30% 中顆粒是 40% 小顆粒是 30% 於是我們從右邊往左邊畫 小顆粒 小顆粒 30% 點在這裡 接下來中顆粒 40% 所以因為是累積百分比 所以就再往上加 40% 然後在大顆粒的地方也是再加 30% 就來到 100% 那這樣一個曲線該怎麼畫呢 我們知道最後一定是 100% 所以從這裡畫過來 而它裡面可能有非常細小的小顆粒 所以我們就從最右邊從 0 開始 這個曲線其實是一個回歸曲線 那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只要大致 憑感覺畫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大約是如此 回歸的時候 曲線不一定會真的 這個點重合 但考試的時候 我建議你還是要畫重合 如此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粒徑分布曲線 它就包含了一個顆粒粒徑大小分布的狀況 所以未來當有人說 這個土壤的幾倍如何時 它一定會先有一個 粒徑分布曲線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三個 首先最左邊這一個 它的畫法就是這樣 來第二個 來第二個 這個有點平感覺畫 來最後一個 OK 那就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各個曲線的不同之處 首先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比較緩潑的感覺 因為它相較於左邊這個多了小顆粒 所以它並不會在中顆粒的時候就忽然掉下來 而大顆粒最明顯 而大顆粒最明顯 它在大顆粒的時候就直接迅速的掉下來 那如果缺乏中顆粒的情況呢 它就會掉兩次 首先100% 忽然掉下來 以後在小的地方又撐住 然後再掉下來 點下樓梯的感覺 那在今天結束前 我來講一下 這個叫做良好幾倍 而這個叫做跳躍幾倍 而這個叫做均勻幾倍 當然 嚴格的定義 在之後的節目會帶到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